日本自民党青年局率团来台前往台北市政府参访 市长蒋万安亲自出席接待 蒋万安强调这次的交流是落实台北市和自民党青年局之间密切的合作具体实践 希望通过这样的安排让台日之间关系能够更紧密 并且促进年轻一代相互合作 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林牧桂子率团到台北市政府参访 市长蒋万安亲自接待 强调这是台日之间友好交流 甚至引用知名动漫航海王的日文台词引起现场热烈混响 所以里面有一个经典台词我很喜欢叫做 我们的朋友们的朋友们 所以我常见到很多日本的年轻朋友都会跟他讲到 因为我也很喜欢他 也告诉我们日本的朋友 我们是非常好 今年5月蒋万安曾率团访问日本东京 当时就受到自民党青年局热情接待 还宇诺北市府成立青年局后 能够和自民党青年局有更多合作 这回换日方族海外研习团参访 和台北市的年轻学生代表对谈 成功实践双方当时的愿景 今天交流可以当作是第一步 台北市青年局会以四个认识作为目标 持续的跟这个事件 跟我们年轻人一起投赛 这四个认识就是认识市场 认识社会 认识世界 认识街头 蒋万安希望未来透过类似活动 带领台湾与日本年轻人齐聚一堂 彼此能更深入的了解 建立更紧密合作关系 让台日友好情谊持续下去 记者游祥廷台北采访到 诈骗集团层出不穷 行政院召集了17个中央部会 举行试诈整合会议 禁止也积极的拜会各宗教团体 希望藉由宗教组织的动员力量 在各活动场合进行防诈的宣导 减少类似的案件发生 不让诈骗集团有其可乘 内政部长刘世芳与中央部会代表 共同签署反诈宣言 宣誓打击诈骗的决心 要恶止诈骗事件 不只政府带头做 组织动员能力很强的宗教团体 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因为这个诈骑的猖獗 所以让我们的国人的这个财产 安全都受到很大的这个挑战 那也让这个社会 信任跟这个稳定 受到很大的冲击 因为有诈骗 因为有诈骑 所以就打破了这个 我们在宗教团体里面 一致在追求的 怎么样让社会有安定跟和谐的 这个力量就打破了 所以我很希望 谢谢各位的宗教团体的领袖 行政院召集17个中央部会 举行试诈跨部会整合会议 近期也积极拜会宗教团体 希望在各活动场合 加强防诈宣导 尤其常有不孝分子 假冒宗教民意恋财 因此各宗教组织认为 必须要站出来 呼吁信徒防范罪心的诈骗陷阱 拖到就是 你本身把你来生来世的福报 借来今世使用 你今世使用 代表了你来生来世 你会更加的贫穷 除了阻止诈骗的泛滥之外 我们还有共同 把人跟人的信任找回来 把我们对良善价值的 这样的一个追求 不要遗失了 各宗教团体齐聚 组成全民反诈宣导团 从宗教领袖到志工 一起推广防诈教育 利用人海战术 减少诈骗案件发生 不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 记者邱顺明台北报道 最近台股持续飙涨 吸引不少投资人进场 不过因为各种投资诈骗也增加 台北市有位新一名到银行柜台 说因为父亲开刀需要用钱 要把银行的保险定存解约 航员察觉有意赶紧报案 经过远景的求证和劝说 确认新一名是在社群软体上 被股票投资获利的诈骗伎俩给吸引 幸好在银行行员 还有远景的联手主诈下 保住积蓄 穿着粉红色上衣的王姓新一名 声称住在越南的父亲开刀需要用钱 请求银行行员把他的美金保险定存解约 激紧的行员觉得有异状 立刻报警请求支援 中正一分局远景到场后 电话联系上王姓夫人的丈夫 才知道夫人说了谎 他说他父亲在住院要开刀 这个你知道吗 没这回事 所以你意思说你太太他父亲没有在住院开刀 都不在了 原来王姓新一名的父亲早已过世 至于扯了瞒天大谎想把定存解约 是要参加自解在赖群组的股票投资获利计划 殊不知全中了诈骗集团的圈套 LINE Facebook 脸书 社群软体上面看到那种投资的讯息 一页是广告就只有一个 一个广告让你点进去那个 都骗人的 钱进去就拿不回来 在远景苦口婆心的规劝下 王姓新一名终于恍然大悟 最终没有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 保住辛苦存下来的血汗钱 也让银行和警方联手防诈的美事再添一桩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道 看见齐柏林基金会连续举办三届的环境记录奖后 今年希望能够以空拍平面照片来进行比赛 因此特别举办了第一届齐柏林飞越台湾的摄影奖 出席记者会的环境部长彭启明也承诺 会尽力保护台湾的土地环境 环境部长彭启明看见齐柏林基金会董事长欧靖德 执行长万贯力等卫宾 共同按下手中的照相机 闪光灯光芒散烁 也象征第一届齐柏林飞越台湾摄影奖 正式启动针件 我父亲的理念最终来说就是用看见 然后带来一种改变的力量 但他必须先看见这个问题 认知到问题之后 认同我们的理念 认同之后再产生行动 看见齐柏林基金会延续已故导演齐柏林的置业 除了连续举办三届环境记录奖之外 今年更希望能够以空拍平面照片来进行征选 出席记者会的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当场承诺 会尽全力让台湾环境不再有齐柏林导演拍摄影像中的哀愁 基金会邀请空拍摄影爱好者踊跃叶参与加入记录台湾土地的行列 也希望唤起更多的社会力量 关注环境保护议题 让台湾的地景故事能够永远流传下去 九层花场报道 为让消费者能够方便采购农余会出产的优质产品 农业部邀集了全台204家的农会 并且和便利超商合作 透过全国1200处的据点 串联地区型的农余会 转型为全国性的服务平台 建立以农余会为服务据点的专属物流网络 来自全国农余会出产的优质农水产品 尽管每件都爱不释手 不过受限区域限制 以往只能前往特定的农余会进行选购 如今农业部串联全国204家农会 并与连锁超商合作 推出农逸送Express 建立以农余会为服务据点的专属物流网络 在这边也让我们所有全台湾的所有的农民 特别是个体户的小农们 你们有所有的农产品 你们都可以到就近到我们的农会来寄送 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寄送 不但节省你们的一个运输的费用 更能够让你们的产品的到货品质有所保障 农运送Express采取异界合作模式 结合连锁超商现有的物流体系 直接让农余会各处据点享有快速物流的管道 不但减少上架费还有物流费 装满一大箱子商品则只需要80元费用 可说提升农余产品的小手量 支整合让我们农余产品免上架费 另外农会增加服务 帮我们的农民的产品导入电商 所以我们让农民他有更贴近农民的需求 更多元的管道以及让农民更有信念感 目前农业部建构的农余会物流及网路系统 包含B2B、B2C以及C2C架构 未来也将持续经济并滚动检讨 创新发展物流方案 期望能有更多的农业会加入 增加产品曝光度、吸引买气 提高农民收益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迪士尼集团在今年元旦正式退出台湾的有线电视市场 而为了维护广大的用户最完整的收视权益 台部大宽屏在迪士尼退出的五个基本频道当中 精选五个优质的频道进行地补 其中第69台AMC电影台 因为农历七月滚门开的到来 AMC电影台特别以仲夏业抓狂为主题 安排一系列令人抓狂及血脉喷张的电影 并且搭配播出全球影展得奖的作品 还有好莱坞巨星的经典创作 欢迎观众朋友准时锁定69频道AMC电影台 讲述一位女子到太平间应征当助手 碰到高大又恐怖的馆长师所发生不可思议的故事 因农历七月鬼月到来 AMC电影台安排一系列令人抓狂及血脉喷张的电影 邀请大家共同观赏别出心裁的撞鬼电影 这是我们的努力 所以这些都是故事关于人们死了 喜爱美国经典电影的观众也不寂寞 AMC电影台自2024年起 陆续播放全球影展得奖家片 及好莱坞巨星俊勇剧作 除了带观众回味各大巨星的经典之作 也引进多家知名影业的独家内容 举凡索尼 环球 诗门等众多好莱坞电影 同步带给台湾观众收看 AMC电影台更规划亲子电影 让大人和小孩都可以一同观看 迪士尼集团在今年元旦正式退出台湾有限电视市场 为了维护广大用户最完整的收视权益 凯博大宽评在迪士尼退出的五个基本频道中 精选五个优选频道进行递补 其中第69台AMC电影台是美国有限电视频道 目前为AMC电视网所拥有 主要已播出美国经典电影著称 未来也将持续于有限电视合作伙伴深耕台湾市场 开启更多国际影视业务并进军国际市场 为台湾娱乐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让台湾观众享受更多高品质的节目内容 尽情锁定第69台AMC电影台 记者综合报导 世界越来越快 他们却越来越慢 思考慢了 岁月也慢了 他们越来越远 新的靠近只要张开双臂 一个拥抱 新窝的温暖一直燃烧 华山基金会邀您一起帮助弱势长辈 新北市三重重阳消防分队勤务量大 为了充实消防装备提升救灾量能 市议员彭佳云继七月初 和三重女子狮子会 和捐一辆灾情勘察车后 现在又以一元的建议款 独自捐赠一辆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唤起社会各界 响应公益善聚 三重重阳消防分队位置特殊 是全新北勤务数一数二的消防分队 为了充实消防装备提升救灾量能 新北市议员彭佳云继七月初 与三重女子狮子会捐赠一辆灾情勘察车后 现又以一元建议款独自捐赠一辆 借此表达对消防弟兄姐妹的肯定的支持 重阳消防益销的灾情勘察车 其实已经年代非常久了 那其实开起来也很不顺 那今年呢也有个契机 我这边呢就今天呢 以自己的这个议员建议款 然后补助了一台这个灾情勘察车 那另外之前呢 也结合了三重女子狮子会 以及我个人额外的捐赠又补助了一台 所以今年呢是总共补助了 重阳益销分队两台的灾情勘察车 希望呢能够为我们的消防人员 还有益销的大哥大姐们 提供一点援助 第三救灾救护大队大队长陈志德表示 灾情勘察车能使救灾人员 及装备器材快速抵达灾害现场 是消防救灾的一大利器 感谢彭佳云议员的鼎力相助 让救灾工作如虎添翼 救护车跟灾情勘察车 一般大部分都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做提供 那这一次也特别感谢我们 那个彭佳云议员 能够协助我们争取相关的预算 来构置这一台灾情勘察车 跟我们重阳分队来做使用 相信对于我们未来在救灾工作上 一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政府的资源有限 民间的力量无穷 彭佳云希望借由灾情勘察车的捐赠 能发挥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换起社会各界响应公益善举 让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更有保障 记者罗伦宏采访报道 自主防灾意识抬头 汐止区的宝藏里在几年前就参与防灾社区 今年决定要再晋级 要申请防灾任性社区 因此消防局也派了专业的老师 加强里内对灾后复原重建工作的认知 希望透过培训 不但能够获得内政部任性社区的标章 也让李明对防灾有更深的认识 这一堂课主要是加强灾后复原重建 汐止区保常理在几年前就加入了防灾社区的行列 而今年决定从市级再晋级 要申请内政部防灾任性社区 所以消防局也派专业老师 来加强防灾相关的知识与培训工作 对象包括里内的防灾室 自主防灾企业以及学校 我们保常理因为今年要申请防灾任性社区 所以今天我们的消防局 区公所还有我们台大团队 就来我们这边上一些预防的一些课程 以因应我们任性社区的申请 那今天我们到的单位有长安国小 也有中国货柜 然后还有我们的社区的防灾室 然后还有一些林长跟巡守队 希望透过这个定期的培训 让大家都有防灾的知能 面对全球气候变迁 极端气候可能带来的灾害 新北市政府这几年持续推动防灾社区及防灾企业 希望让地方企业共同强化自主防灾的能力 提升整体防灾的韧性 除了防灾也加强灾后复原的培训 让里面觉得收获很多 我觉得说我们对这个防灾的话很重要 我就参加了这个防灾室训练 我们保长旅总共有八位防灾室 保长旅这个防灾的话 推动的话对这里面很有帮助 那个王母就是说那边是我们的指定病人所 里面有吃的住的都有 因为你一个离如果没有 一个避难所的话也是很困扰 我们这个防灾室会发挥我们的功能 如果到时候社区这边有需要的话 我们企业这边会全力来配合来帮忙 因为我们也是属于在地的这一环嘛 一份子所以我们会经理来协助里长这边 他只要里长这边有什么需求提出来 我们都会全力配合 这次演练主要是要在预防我们灾害的来临之前 让大家有这个防范的智能 所以我们今天会分组去做演练 包含了事前怎么去做预防 事后怎么去复原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动员了三十几位 我们的这个居民来一起做防范的一个工作 定期培训强化防灾观念 而这次则是加强对灾后复原重建工作的认知 保厂里希望透过培训不但能够获得内政部任性社区的标章 也让里民对防灾有更深的认识 减少灾害发生时的生命财产损失 加成慧林细子采访报道 细子区江北市民活动中心已经使用超过三四十年 原本的无障碍设施已经不符合新的标准 因此77公所近年也编列预算进行改善 包括了无障碍的波道还有厕所都要打掉重做 预计这个月底就会改善完成 位在西湾路一段的江北市民活动中心 是一栋三四十年的建物 是附近平时办活动聚会的室内场所 只是原本的无障碍设施不符合新标准都必须要改善 首先是位在后方的无障碍坡道已经不符合现行的法规 为了让坡度达到1比12整个设置位置大扳风 改由侧边的门要进出 而且会有转折上去 从这边开始然后往里面延伸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把这个坡道从这边改到这边 因为这边的坡度很难 那原先我们在江北活动中心的后侧有一个无障碍的斜坡道 那因为相关的法规要求要做到1比12 整体的一个落差有达到96公分 所以我们这部分大概要抓到将近快11公尺 所以可能要做个两折 那才能够符合相关法规的一个规定 那这部分我们也会尽快能够来施作 让有使用我们轮椅族的一个伙伴 能够有一个无障碍的环境 活动中心通行无碍 汐止区公所今年编列大约180万元 进行江北市民活动中心整体无障碍设施改善 目前已经进场施作 汐止区长林庆峰也特地到现场关心施工状况还有进度 因为除了后方的无障碍坡道 活动中心后半部也在施工中 原本的厕所几乎整个敲掉重新规划 包括无障碍厕所的设置方式以及扩大使用面积 今天非常感谢区长还有设计师来这里 关心这个残障厕所的修改 因为内政的法规会越来越严格 所以过去虽然有残障厕所 但是不合法规 那现在法规很严格 那这一次做修正 那希望这一段施工期间造成很多乡心的不便 那请多多谅解 那希望在这个月底 残障厕所能够如期的来完成 目前的针对无障碍设施的法规要求也比较严谨 那我们这一次也针对无障碍的一个厕所 以及两性平权的一个厕所 和户外的一个残障鞋坡道 我们来做一个重新做一个施设 那这个工程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在8月底之前 整体能够来完成 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市民乡亲 以及我们的长者 有一个无障碍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环境 整个厕所大改造 并且变更男女厕所为两性友善厕所 营造更友善舒适干净的颅厕环境 目前正在积极的赶工中 要拼8月底完工 建成惠林 西指采访我们的 新北市在2007年成立净铃社区发展中心 积极推动减碳的运动 而在淡水区的邓公里 今年也成为淡水第一个以理社区成立的净铃社区发展中心 響应节能减碳 随着全球暖化议题 气候变迁 节能减碳已经成为全球趋势 为了达到从生活中节能减碳 新北市在2007年就已经开始 净铃社区发展中心 积极推动减碳运动 并且深入社区面对民众 推动温室气体减量的相关工作 而在淡水区邓公里 今年也成为淡水首位以理社区 所成立的净铃社区发展中心 那我们现在邓公里还是朝向这样的一个目标 在前进 所以在今年我们也挂牌为 我们新北市环保局的一个静铃推广中心 那目前静铃推广中心在淡水区有三个单位 一个是真理大学 一个是淡水社大 还有一个是邓公里 那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然后为我们下一代做更好的一个美丽的地球 那大家朝向低碳 不管是饮食 不管是交通 不管是食衣住行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注意低碳这一个方面的一个 如何做一个永续 李章表示 邓公里过去就不断的将地炭生活落实在里内的课程当中 更将原本停满废弃车辆以及堆满垃圾的沾乱点 改造成为一座可以提供里民修气的口袋公园 以及具有生态多样性的开心农场 并且利用废弃轮胎以及回收物制作成为小小兵等卡通人物的艺术装置 已经成为游客到航根公里的拍照打卡行点 也获得环境部的引级认证 在108年的时候我参与了我们淡水区公所 他要成立低碳永续家园的一个引级的一个争取 那时候过程之中我发现低碳永续对我们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在109年跟110年然后非常努力的朝向这一个低碳永续的目标 所以也很开心在110年的5月成为我们环境部所颁发的 也是当时的环保署所颁发的低碳永续家园的引级认证 透过志工与里民合作发挥创意 打造因地制宜的复合式低碳行动项目 目前新北市有21个地区成立了净林推广中心 而淡水则是有淡水社区大学以及真理大学 还有邓公里社区开设营造低碳社区课程 提升净林素养节电还有建物绿化原生植物等相关的课程 期待将净林生活的实际作为融入民众的生活当中 一起来解决全球暖化问题 进一份地球公民该做的事情 以达到环境永续的生活目的 记者许端一淡水采访报道 新北市新店保桥路55项最近划设的机车停车阁 让原本就狭窄的巷弄人车通行更困难 市议员陈宇军接获民众陈勤 召集了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发现路边有盆栽占用 再加上部分的机车停放太过于突出阻碍通行 未来会请里长多驾劝导 也希望能够兼顾停车和通行安全 新店保桥路55项因为划设机车停车阁 有民众向新北市议员陈宇军反映 巷弄狭窄机车阁的设置 让人车通行困难 日前便邀集了新店区公所 新北市交通局 以及新安里里长黄建福进行现场会刊 发现部分机车停靠过于突出 可能导致汽车行驶不易 另外有部分住户的盆栽摆放也形成了用路人的障碍 住户在旁边的这些直栽的花盆 尽量能够不要摆出来 让我们行人在跟车子在会车的时候 它有足够的空间会比较安全一点 另外一点我们看到就是 目前的机车阁来讲已经划成45度角了 那我们也拜托我们的机车的这些机车组 在停车的时候 车头尽量能够靠边 我们的车屁股不要露出来 第三点我们就是能够拜托我们这边 即使到这边的车辆 尽量我们里让行人 根据了解由于当地停车需求大 因此才会在55项化设了机车停车阁 同时已经规划此项弄为单行道 因此在各方考量与评估下 将会维持机车阁的化设 并请里长再进行相关的劝导 同时也请汽车驾驶人在行进相弄时 务必要放慢速度里让行人 期盼能够兼顾停车需求和道路安全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 81岁的蔡阿嬷 先生中风离世 两个儿子意外身亡 年迈的阿嬷 还在担心生病的老孩子 只能做食荒和家庭代工 支撑着生计 在台湾社会角落 还有很多急需帮助的老人家 等待着我们前往协助 邀请您捐款支持 清寒长辈救助计划 一起成为老人们的支持力量 有我让你靠 力量为难 新北市新店的浮明公园 从去年开始进行改善工程 现在有了全新的风貌 特别规划了海归主题游乐场 设置的摩斯子的溜滑梯 荡秋千还有攀爬神网等 共荣邮具 也让小朋友开心玩 同时也保留了公园内的水池 并且设置的过滤和植栽等 还有体建区可以让大人使用 让浮明公园成为大人小孩都喜欢的全灵化公园 位于新店浮原界内的浮明公园设立超过30年 在浮明里里长卢浩贤的争取下 经过改善工程大翻新 让公园有了全新风貌 启用典礼上 新北市农业局局长陈锡辉 新北市议员陈乃渝 新店区长陈怡君等 以及多位地方里长都出席欢庆 浮明公园改造完工 在整个公园的设施是有油炬区体建区以及水池 那水池大概是我们这几个公园比较特别 因为以前大概不会有 因为以前有所以我们把它保留下来 浮明公园为新店区第16座老旧公园更新 及全灵化即特色共融游戏场 在施工前新店区公所邀请了周边居民 海童NGO团体一同参与票选 最后选出了海归主题作为全新游戏场的设计灵感 透过我们里的社区 我们的住民小朋友 还有特工盟各种团体的加入 那务必要打造一个 专属我们地方每一个社区的一个特色公园 那这一次的浮明公园我们可以看出来 因为透过我们整个工作坊 说明会讨论会跟问卷 最后票选出我们以海归一项的主题的游戏场 一进公园就可以看见大大的萌萌海归造型 采用磨石子溜滑梯 运用海归圆胖胖的身体 还设计了攀爬神网 让小朋友可以自我挑战 而在神网里头仔细一看 还有许多海归图案 这都是当初在工作坊时 小朋友所创作的作品 透过问卷调查来说 大家票选想要什么样的造型 包括我们的体件设施 也是透过票选 居民觉得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体件设施 那我觉得这个游滑梯真的 很多小朋友都非常的开心 而且里面还结合了跟居民的互动 里面放了小朋友自己亲手画的画 然后才会玻璃的光影 而浮明公园最大的特色 就是拥有一个生态水池 浮明里里长卢浩贤表示 这次透过了气食植灾等方式 并且增设水质过滤设施 不但可以维持水质干净 也提升了水池内的生态环境品质 当初我也是想说有人在讲说 因为清水池也是很麻烦 所以才做一个所谓的自然工法 做一个生态池 我想说这个也可以 然后把面积稍微缩小了一部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水有树 会感觉特别凉 公园内包含了共荣邮聚区 设置了可供各年龄层使用的荡秋千 以及小朋友最爱的弹跳床和旋转邮聚等等 另外在体健区 则有各式的体健设施 让阿公阿嬷爸爸妈妈 带孩子来玩时也都能够顺便运动 翻新后的浮明公园 将成为周遭居民最棒的休闲场域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 新庄区的建安礼 特别为社区举办的自然汇报 里长王永华感谢新庄分局 还有福音派出所的远警 协助防诈宣导 有助于提高医民的防诈意识 减少被诈骗的风险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 新庄区建安礼在后港活动中心 举办一场社区治安汇报 里长王永华感谢新庄分局 还有福音派出所的远警协助 有助于提高医民防诈骗一事 保护大家财产安全 不会掉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感谢我们新庄分局各科室的一个主管 还有我们福音派出所的所长 来跟我们建安礼的民众 我们的乡亲都要来宣导一下 我们现在目前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缓诈骗 还有交通上的问题 事案上的问题等等 跟我们的里民的话 来做双向的沟通 让我们民众的话 免你恐惧 万一有诈骗集团来跟你搭线的时候 让他们能够处遍不经 让他们能够深圳了解说 啊 怎样的话才不会被受骗 诈骗集团他们的最主要的话 是说提醒我们民众不要贪 只要一个贪置的话 你就可能会陷入 那个诈骗集团的一个陷阱 在现场详细介绍了包括假投资 几种常见的诈骗手法 警方也强调万一民众 遇到可疑的讯息时 一定要拨打165防诈骗专信来求证 我们就是要全力来打诈 就是要有效来喝着这个诈骗集团的猖獗 那最重要还是在这要宣导 宣导所有的这个民众 只要有任何接到来历不明的电话 或者网络有一页式的 这个投资理财广告 第一时间一定要打165求证 再者也可以就近打110报案来求证 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样才能保障自己财产安全 防诈骗活动得到里民热烈的响应 里长说未来将继续举办类似活动 让更多的里民受益 记者黄又贤新庄采访报道 为了抢救夏季血荒 新北市新店的太平宫 将在8月25号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4点 举办捐血活动 只要捐血250cc 就赠送全联礼券300元 500cc就赠送600元的礼券 太平宫期盼社会大众能够发挥爱心 踊跃捐血 帮助每一位需要用血的病患 切剥捐血车一次排开相当壮观 这是新店太平宫去年暑假举办的捐血活动 虽然天气相当炎热 但是民众响应的情况还是十分的踊跃 当天活动一共募集到了2145代协议 益助血库 而为了抢救夏季缺血危机 新店太平宫今年也将在8月25号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 在庙前广场举办捐血活动 只要捐血250cc就可以获得300元全联礼券 500cc可以获得600元全联礼券 太平宫期盼社会大众能够慷慨玩秀 响应公益 在延延夏日为血库益助热血 另外太平宫提醒民众 前往捐血时 请携带身份证或是健保卡 驾照等有照片的证件以立登记 还有请配合遵守秩序 先抽取号码牌 号码牌抽取时间到下午4点截止 由于当天人数正多 敬请大家耐心等候 另外也呼吁捐血人 前一天睡眠一定要充足 并且记得吃早餐 由于夏季天气热水分流失快 所以务必要多补充水分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 五股肖恩堂纳谷塔 增设的排位1155个 8月20号在公所礼堂进行抽签 邀请第三方公证人士到场见证 并且全程录影 由登记合格的581位 正取的名单 依照电脑抽出选位的顺序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及殡葬处 补助五股区公所经费 将肖恩堂纳谷塔进行改善 并新增排位1155个 为解决民众丧葬需求 日前开放民众上网报名抽签登记 夏恩堂纳谷塔新增的排位 总共1155个 有开放一个礼拜的时间 让大家登记 总共有经过审查 有581位民众是合格的 20号在公所礼堂进行抽签 邀请第三方公证人士到场见证 并全程录影 由登记合格的581位 正取名单 依电脑抽出选位顺序 7号出来之后我们是安排 8月23 24就是 再来的这个礼拜五跟礼拜天 礼拜六 礼拜五跟礼拜六 让民众分批的分梯次的 来啊 我们向恩让纳谷塔的现场 来显定你要的排位 然后显定之后 我们在27号开始就让各位来缴会 五谷区公所在8月23号 24号两天 依电脑抽出选位顺序 请民众遵照安排时间 前往夏恩堂纳谷塔进行选位 27号起办理申请及缴费 记者胡宇轩五谷采访报道 这是韭菜不是葱 这是波罗蜜不是榴莲 这是微型电动二轮车不是机车 微型电动二轮车新制向路 新车要领牌 现有车辆也要挂牌 车辆要投保强制险 未满14岁不可骑乘 骑车时请戴合格安全帽 不双载后座乘客LILO车 不可擅自改装 时速上限25公里 微型电动二轮车安全不庆菜 林口区公所由区长廖武辉 帅领各客室的主管和里长们 在第一公目举办法会 一同祭拜五祖孤 祈求林口建设顺利发展 也期盼公所同仁一起努力 共同完成市民对林口建设的期待 台湾式移民社会很多祖先 在早期移民的过程中成了五祖孤魂 先民为了照顾五祖孤魂 在农历七月有中原普度的习俗 并以超过200年的传统 林口区公所20号上午 由区长廖武会 率领各客室主管及里长们 在第一公目举办法会 一同祭拜这些五祖的孤魂 每年农历七月的十节 区公所所有的主管 还有我们里长连议会 我们林口地区 市区会所有的里长 我们都会一同的 在我们林口区的第一公目 我们进行普渡祭拜 也希望借由普渡祭拜 也可以祈福祈求我们林口区 所有的区政都顺遂 那所有的建设也都顺利 区民们也都平安健康 农历七月也是祭拜祖先的孝秦月 在普渡五祖孤魂的同时 也透过普渡的过程 将祭拜的贡品做爱心布施 成为台湾新的普渡文化 区长祈求林口建设顺利发展 也勤勉工所同仁一起努力 共同完成市民对林口建设的期待 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 淡水环境艺术节采接活动 将在10月19号登场 淡水区公所特别邀请了艺术家 举办工作坊 协助参加采接的团体制作道具 而区长也来到了呼哈艺术工作坊 进行简单的祈福仪式 希望这场年度盛会可以顺利举行 一年一度的淡水艺文纳盛事 淡水环境艺术采接活动 将要在今年的10月19号登场 为了准备每年10月份淡水区的采接活动 淡水区公所都会邀请到艺术家 举办工作坊 来协助参加采接的团体制作道具 而今年的呼哈艺术工作坊 也在日前成立开工 区长率领团队 特别参与简单的祈福仪式 并且也将正在巨座的采接花车提前亮相 淡水环境艺术嘉年华是一个 在淡水非常有 应该说历史悠久 已经办好多年了 那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 计划工作坊的开始开工呢 都是象征的我们的 环境嘉年华即将要启动 那今年的活动也非常的多元 而且精彩 那今天开工 希望我们包含地方的学校学生 还有一起表演的艺术团队 在整个过程之中 都能够平安顺利 然后我们可以把最好的 嘉年华的一面 呈现给我们的区民 张表是今年的环境艺术彩阶 以青发战争为主轴 而这一次的工作坊的启动 将会召集所有的参加艺术家 及淡水地方学校社区社团 来进行一系列的课程及道具制作 而另外制作团队更打造 主要队伍当中最特别的花车 也与青发战争有相关 有大炮台等以淡水过去历史相关的 为主题的道具相当精彩 我们今年的采集演 一样是青发战争 但是是以嘉年华的形式 然后比较热闹的氛围 那背后看到的这一台炮台 它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可爱的 然后我们会有专业的表演艺术团队 然后有些特技的表演 在那个炮的声响 还有我们的音乐有经过特别的设计 然后会一起组合成一个很有趣 缤纷可爱的一个花车游行 然后切进这个主题 在今年的时候我们来歌颂一个和平 歌颂一个团结 歌颂一个象征欣欣向荣的 一个淡水老街的一个氛围 过去淡水环境艺术节 就以青发战争当中的互伪之意 淡水成功抵御了法国军团的入侵为主轴 以及马街博士对于淡水的贡献 而区长也表示 今年采集内容非常丰富 以嘉年华的方式 营造欢乐的气氛 用大型的道具 以趣味的方式来呈现 让市民感受到充满 艺术文化故事的淡水采接 记得水安一淡水采访报导 要行销里内的特色 里长们各出其招 在新北市的万里区 里长王杰伦制作歌曲 不只介绍里内的美食景点 还有万里出生的总统赖清德 以及新北市长 还有万里的前后任区长 都被写到歌词里头 完整的介绍万里的发展 轻盈的曲调搭配自创的歌词 万里里长王杰伦的自创曲 将里内的特色唱出来 从好吃到好玩全都没有放过 平日里就喜欢透过线上网路平台 与里民来互动的里长 偶尔也会唱唱歌 过去就曾经为了争取 连任创作歌曲 这次再度为了行销万里里 创作了这一首万里里之歌 当初我们在看到万里 有很多的一些民产 还有我们的一些店家 我觉得很可惜 没有把它做个整合 所以大家在打的是一个个人战 那我自从上里长之后 我很多时候我都想把它 做为一个团体的一个计划 所以呢我借由这首歌来 凝聚大家的结合大家的力量 同时呢可以带动我们春桑花 然后呢秋雨线 那这个夏关海 然后冬泡汤的一个概念 这也是我们之前的邻居长 所一直推广的 短短几分钟的歌曲相当轻快 歌词内容全都是万里里内的 知名美食庙宇与景点 其中还有出生在万里的 总统赖清德与现任区长 还有为万里服务到退休的 前区长万里妈妈年血清 都成了歌曲的亮点 可以说是透过这一首里长的 自创曲就可以得知满满的 万里在地人文风情 他就是电影之王 然后呢又有我听他唱歌以后 就说哎天啊他的歌声 可以媲美王力宏 还会作词作曲帮我们 做了万里里之歌 未来我还希望他把我们其他 九个里都能够都做一首歌 让我们万里整个能够推广出去 那我想短短的一分五十七秒 介绍了你到万里来 一年四季所有的风景 在这里面都有介绍到 那我想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棒的 他介绍你的万里海鲜一条街 大家知道是龟虎的海鲜街 那还有我们万里老街很多的狮食 那包括我们那网红名店的 那个亨记便当店 那我们还有那个隆来 那种新著名的那个美食 还有我们的那个排骨酥 包括我们要买伴手鱼 我们亚尼克的伴手鱼 还有我们米其林首饰包 都非常好吃 你看好吃又好玩 而听完歌曲 市政顾问年雪晴也指出整首歌 将万里里的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 加上有点说唱的风格相当贴近年轻人 也期待透过万里里长的自创群 能够将万里春赏花 夏光海 秋云蟹 冬泡汤的特色 给推广出去 一年四季都欢迎游客到访万里 感受四季不同的人文风情 知交平函万里采访报道 坏坏设计工作室的创立人黄玉萱 是位不折不扣的山庐在地青年 2015年因缘际会投入了设造工作 让他了解到眷村文化的珍贵和动人 于是他利用自身的专才 和明容卷基金会合作 出版了《空军一村》的绘本故事 为推动眷村文化保存 尽以奋力 翻动着绘本一页页都承载着岁月与历史 这些都是破迁来台仙人们的生活轨迹 坏坏设计工作室的创立人黄玉萱 从2015年投入社区营造 在推广保存眷村文化的同时 思考如何与在地多点连结 于是结合自己专长 将在地居民口述历史 转作一幅幅充满同趣的插画 让大家能浅显一懂眷村时期的长迷生活 2015年的时候 有参与三重的社区营造 那后来2018年的时候 有在那个园区的后面那间基地住村 那住村的时候 因为认识很多园住户 还有三重这边地方人 是像董俊仁老师啊 然后张龙老师 张明翔老师这些人 那后来才慢慢发起说 要不要出版绘本 让更多人知道空对三重一村的故事 黄玉萱老师的话 他是三重一村这边 很早期就来这边 做一个眷村活化的一个 驻村艺术家 那他本身在这一块 从一个三重一村的一些历史啊 还有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个 圆区的一个打造 包含他们那时候 去所推广的一些 他的一个眷村的故事的一个绘本 都是还蛮不错 而且还蛮有一个 让更多年轻人 可以去了解的一个方式 身为三重空军一村 驻村艺术家的黄玉萱 现在也是一名文化导览员 从他口中巍巍到来 台湾移民第一代 难以忘怀的成长记忆 让在场民众无不动容 我本身是眷村长大的孩子 所以对眷村有非常难以抹灭的情感 那我觉得今天来参观 让我对于这个眷村 其他人的村子 有更深刻的了解 也对这段历史有更深的怀念 我想也许有机会 我们可以把这些眷村的故事 让更多人知道 做绘本的时候 最困难的时候 其实是 那个事实考察 对因为 大家的记忆都有一点 呃 年纪比较大 所以记忆就会有点错乱嘛 那我们就要通过访谈那个人 再去从中找蛛丝嘛 其实去核对一下眷村的年份啊 然后什么时候改建的 那这个居民的故事 大概发生在哪一年 对 就是考察部分 觉得很困难 身为三卢在地青年 黃怡轩凭借着一股使命感 用实际行动持续传承 三重空居一村老中心的记忆 为台湾这一块瑰宝 重新诠释着意义 记者盧云璇采访报道 三支热天社区的长辈们 分享过去曾经采集野菜野草来吃 而这样一个简单的人生经历分享 社区就以野草为主轴 开发出一系列的课程内容 在八九月当中 每个礼拜二和三 就举办了不同的野草主题课程 让长辈们重温儿时回忆 三支区的乐天社区发展协会 在八九月间开启了一系列的野草 创新漫游客群 应用社区中随处可见的野花野草 进行探索开发甚至是入菜来做料理 而这周在野质创益成族的客群当中 长辈们将儿时或是过去曾经尝过的野草 带来挑剪处理过后准备入菜做特色料理 跟长辈聊天 然后去记录长辈会用的食物 那第二堂呢我们是讨论 长辈的这些智慧该怎么变成流程企业 然后第三堂就是今天就会把 长辈有任用的这些野菜 我们来一起做成料理这样 前几次的课程讲是引导学员 将过往的人生经验中 有吃过的野菜野草给分享 在系列课程的最后一堂课 就要将这些能入菜做料理的野草 经过处理 然后搭配最适合的食材 打造成长辈的创意餐桌 可是小孩不知道啦 我以前的小朋友都不知道 这是一种智慧啊 有一种是古早上没有人吃 像什么的糟糕菜 以前我婆婆没人吃 以前我说金钞 那时候饥草啊 那个时候饥荒的时候 饥荒台语就叫金钞 我们大家都说金钞 金钞 现在大家都看得到 留一个名字很好听 就是糟糕荷菜 糟糕荷菜 看起来是鸭草吗 就是鸭草啊 那没在买的 这次的活动中 带来十多种野草野菜的花花阿嬷 分享过去的人生经验 原来是从妈妈与婆婆那里传承下来的知识 加上过往的生活并不富裕 随手取材入菜做料理 既经济又能创造多元的美味 而这次的课程就是要将这些经验来分享 并且重温年轻时的餐桌记忆 再一次的品尝来自大自然的美味 指教品函三支采访报道 新闻最后一起来看近期有哪些精彩活动 也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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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